大家好,我是小熊 家里的地因为好久没管 已经荒废得差不多 等等,我家里的大门怎么开了 我记得出来的时候 明明关了的啊 赶紧来清点一下箱子里的东西 呼,还好什么东西都没少 应该是我太敏感了 我去,有枪声 发生什么事了吗 赶紧过去瞧瞧 长官,出什么事了 是小熊啊 你来得正好 这里有个村民被枪杀了 这几个都是嫌疑人 你帮我调查一下吧 真是辛苦你了小熊 好家伙,这么多嫌疑人呢 哥,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两个大哥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低能儿 不行啊长官 这样看根本看不出来 等会,监控器 我有办法了 长官你先等会哈 既然有监控就好办了 用电脑查看一下 把时间调回五分钟之前 哦 是他 那个西装格履的村民 长官 凶手已经找出来了 就是这个家伙 记得到我办公室来领取奖励哦 好的好的 没啥事我就先回去了哈 留了留了留了 想不到刚回归不久 就破除了一个大案子 看来村子里没有我还是不行呢 嗯,这个老乡好衍生啊 刚搬来的 嗯 小熊 这边这边 我需要你的帮助 呃,又有什么事吗 我的警车丢了 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吗 不是吧 警车都能丢 你也太不小心了 不过有监控就好办多了 来查看一下监控吧 嗯,是那个可疑的村民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想干嘛 嗯 呃,原来是来跳舞的 把时间再往回调点 嗯,这不是咱俩吗 小熊 你是不是搞错时间了 嗯 呃,不好意思 我马上调回去 等等 我们后面好像有东西 是我的错觉吗 瞧,小熊 你回头看看 我去 午夜熊 赶紧跑啊 哼 累死我了 还好他不会爬墙 哈哈 不对小熊 村子里不止哪一个怪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等 这些怪物好眼熟啊 我好像有点头绪了 嗯 快看 那边有只小的 咱们过去问问他吧 给我站住 不想死的话 就带我们去你的基地 OK 小熊 就咱俩这装备 要不还是算了 没事的长官 你放心 跟我来就好 应该就是这里了 进去吧 不要动 嗯 小屁孩 还真的是你啊 你妈呢 哎呀 这不是小熊吗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大姐 我求求你们 快点搬走啊 我只想过几天安生日子 啊 啊 哈哈哈哈